高橋生衣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請到日本老師 高橋生衣來為我們解說剪刀 刮剪 乾剪 還有推剪的運用手法 我們非常感 很熱烈的歡迎一下高橋生衣老師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各位介紹光剪 剪刀的特徵還有用版 我們現在在台灣買很多的不瞭解光剪的這間公司 光是今年50周年 我們今年準備要50周年 我們在日本是非常歷史悠久的剪刀公司 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光剪的哪些分類 哪些剪刀的特徵 你們一般拿著剪刀的剪刀 我們一般拿著剪刀的剪刀 我們的握柄有很多特徵不一樣 眼鏡型的特徵 就是眼鏡型的特徵 就是手型一體承型的特徵 そしてクレーン 還有這種變形的特徵 我稍微跟各位介紹這三種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簡單來說明 如果簡單來說明的話 五本的指のうち 我們在這五隻手之後 親指だけは斜めに動く 我們通常在動剪刀的時候 只是大拇指斜面在動剪刀 残りの四本は 其他的四隻上下に動く 只是把剪刀拿住而已 だから一番親指の動きにフィットするのが このクレーンタイプ 所以我如果是要在斜面來弄剪刀的話 最適合是這種變形的剪刀 其實最適合的 安定感は一番あります 是 拿剪刀最安定的 その代わり 逆に使うことができない 所以我們這種剪刀反過來 是不會慢慢使用的 なのでこの眼鏡タイプは 可是我們使用眼鏡型的剪刀 安定感ではなくて 不是安定的 為了安定的拿剪刀 細かい作業をする時に 抜いています 是 我們想要在 要細微的剪刀的時候 在動剪刀的手柄 その中間がこのアップタイプ 所以另外一種 在這兩者之間 就是手型的剪刀 多くの皆さんが使っている ハサミはこのタイプが多いですね 所以大部分會選擇 中間的手型剪刀比較多 全てを一つの指に入れてみる 把這三次合在一起拿的話 そうすると 向きが変わる 你看 是不是剪刀的方向都不一樣 眼鏡型的剪刀 上を向いてますね 剪刀就會有點向上 なので眼鏡型的剪刀 平行にすると 肘が上がる 如果我們把眼鏡型的剪刀 拿水瓶的時候 手肘就翹下 クレーンタイプは肘が下がった状態で 開閉ができる 那如果我們最後外面 那種變形的手型的話 開閉是很正常的 なので安定感もあるし 疲れづらい 所以最好 比較想要安定拿剪刀的話 自己可以選擇 このタイプは ロングシザーだったりとか 像這一種的話 就利用在比較長的剪刀 或是手型 長く開閉する パワーが必要なもっときに必要です 或者是想要有力量的時候 才會用這種 握刀的形狀 親指の動きとぴったりだから 因為我們是動 只動大拇指而已 力がいらない 所以不需要用 全出力壓刀來用這個 はい 逆に こっちは 大きく動かす必要がある 因為我們這種眼鏡型 是需要開閉大一點的 その代わり ネジから リングまで距離が離れて 然後我們這個 從螺絲到握把的距離 是比較長的 なので テコの原理 是一種 你看的原理 對 槓桿原理 少ない力で 大きな力が生まれる 我們只需要 一點點的力量 因為它後面比較長 只需要一點的力量 就有 それぞれのグリップの特徴を理解して 皆さん選んで買ってください 所以 我們在選擇剪刀的時候 可以先 知道 握把架設計 再選擇剪刀 會比較好 はい じゃあ次は 商品説明 接下來 是商品介紹 まず 紹介するのは この セーフコスモスです 我們現在先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這個叫SEV的剪刀 このハサミの材質は 它的 這支剪刀的材質 光が独自で作った材質になります 這是我們光剪 自己研發出來的一個材質 硬さと粘りがしっかりある材質 它算是 還有硬度 然後又非常的黏 切れ味が サクサク切れる 然後 剪下去的感覺是非常的順 非常的俐落 然後它這支的特徵 是在握把的地方 すごい段違い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因為它的段差是比較大的 親指が入れた時の開閉が安定する 如果你這時候握著剪刀 你在開盒的時候 因為它離得你手比較遠 比較遠 所以你開盒的時候 斜斜的方向是很好用的 そして この 飛び出たこのRが 眼鏡タイプのようにも使えるんですね 然後我們下面又多做出了一個 長度的尾巴出來 像在拿眼鏡型的剪刀一樣 縦に持った時とか 逆に持った時には 你要剪出不同的形狀的時候 也可以用 リングに入れなくても 外した状態でも開閉 也可以不需要 把手放在大拇指 放在洞裡面 也是可以開合的 そんな特徴のあるハサミです 所以這是它這支的特色在這裡 はい 然後我們現在來示 示範這把剪刀 是在什麼時候來使用 はい では早速 このハサミで切ってみます 然後我們來示範一下這支剪刀 可以用在什麼剪法上面 まずは この普通の通常のリングに入れて 切ってみます 我們用一開始 我們設計的握把的方式 來剪刀 ウェットでもドライでも どちらでも使えます 不管我們是在施法 乾法都是可以使用的 乾絲兩用的剪刀 まずはウェットで切る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施法的時候 スパッと切れますね 是不是很順的 這樣就剪下去了 はい 我們光剪是 那個 隔刃的 所以它的力度是很 強而有力的 次は こっちにかけて使ってみましょう 如果我們現在 把它用在外面的 那個角的地方 來用看看 也是很好用 どちらでも使って 開閉して 切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不管你要 用哪個握把的 大拇指 放在哪裡 都是很好用的剪刀 はい じゃあ今度は ドライの時 然後我們再 另外一邊是乾法 也是剪給各位看看 ドライでもこのように 你看 乾法也是很俐落的 把頭髮剪斷 它的 裁剪線 也是很完整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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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開閉起來 手也不會卡一卡的 はい どちらでも 安定して 使って切ることが 不管你 大拇指放在哪個位置 你拿剪刀還是很安定 はい 是非 サンプル資材で 切れ味をチェック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們有需要 可以去找代鼠家族 他們都有一些 我們有準備一些 樣品刀給客人 去試看看 他剪下去的感覺 は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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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e 好